一口气看完蒙古帝国扩张全过程 12006年 铁木珍统一漠北 建立大蒙古国 12009年 蒙古征服高昌回魂 1211年 铁木珍在野湖岭大败金军 金宣宗被迫迁都开封 1215年 蒙古攻占中都 金国被一分为二 金国大将狐仙万狐 在辽东自立 建立东夏 1217年 铁木珍派哲别进攻西辽 攻入西辽都城巴拉沙滚 西辽灭亡 顾华黎统领蒙古大军 不断进攻金国 金国大片领土被占领 1219年 承吉思汗亲率大军 进攻花辣子国 蒙古大军相继攻占 布花辣 撒马尔汗 1220年 蒙古攻占玉龙劫炽 蒙古大军随后南下 攻取呼罗山地区 1226年 蒙古大军进攻西夏 围攻中兴府 夏末帝再被围半年后投降 西夏灭亡 1230年 沃阔台派大将 绰尔马罕 再次牺牲花辣子魔 于四年彻底将其消灭 1230年 蒙古大军兵分三路 进攻金国 托雷率军在三丰山 大败金军主力 吉埃宗放弃开封 突围至蔡州 1234年 南宋与蒙古 合力攻下蔡州城 吉埃宗自杀 金国灭亡 金国灭亡的同时 蒙古攻破东夏 东夏沦为蒙古的班国 1235年 沃阔台命拔兜 苏布台进行第二次西征 次年 蒙军攻占布里阿尔 钦察北部 也望攻而降 在消灭巨部投降的八尺门后 蒙古占领整个钦察 1237年秋 蒙古军攻取莫斯科 罗斯托夫等地 占领沃罗斯北部 1240年 蒙古军攻占基辅 加里赤等地 占领整个沃罗斯 1241年春 拔都分兵两路 分别进攻波兰和匈牙利 拜达攻克波兰重镇克拉科夫 拔都大军也渡过多瑙河 攻陷格兰城 但不久 波阔台死讯传来 拔都率军东环 1243年 蒙古军击败罗姆苏丹 罗姆苏丹成为蒙古附庸 1247年 蒙古与吐蕃 举行梁州会盟 西藏事务 由蒙古指派官员管理 西藏正式化入中国版图 1254年 忽必烈率军攻入大理都城 大理国灭亡 同年 蒙古命叙列物进行第三次西征 1256年 蒙古军攻占穆拉一国 1258年 叙列物率军围攻巴格达 阿巴斯王朝 哈里巴 穆斯台随目投降 阿巴斯王朝灭亡 叙列物又进攻 叙利亚德阿尤布王朝 1259年 蒙古攻克大马士革 阿尤布王朝 至此名存失望 在准备进攻埃及时 蒙哥在钓鱼城去世的消息传来 叙列物搬失至波斯 叙利亚被埃及占领 1273年 蒙古征服高丽 高丽成为蒙古的附庸 1273年 南宋襄阳失守 蒙古大军自汉水寄入长江 1276年 蒙军攻克里安 1279年 崖山海战 宋军大败 路秀夫背着小皇帝跳海自杀 南宋彻底灭亡 那么问题来了 蒙古帝国的面积究竟有多大呢 200oru